A对B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我恨这个公司 B建议道,我举双手赞成你报复 撤破公司,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不过你现在离开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A问为什么? B说,如果你现在走,公司的损失并不大 你应该趁着在公司的机会拼命为自己拉一些客户 成为公司独当一面的人物 然后带着这些客户突然离开公司 公司才会受到重大损失,非常被动 A觉得B说得非常在理 于是努力工作 失岁所愿,半年多的努力工作后 他有了许多忠实的客户 在见面时B问A 现在是时机了,你想离开就赶快行动哦 A战然笑道,老总跟我常谈过 准备生我做总经理助理 我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了 动机决定心态,心态决定成败 面对工作十分消极的A 想给公司以沉重打击 于是改变消极心态 激进努力工作 这反而让他的事业上升了一大步 成功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用心态去做生意 如果你想要以后成为老板 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怀着积极的心态工作 但在老板角度 有放眼全公司的格局 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这样才能为自己赢得机会创造未来 您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